9月7日晚,2018年武汉杯国际少年足球邀请赛,进行了小组赛第三轮的争夺。 中国U14国族,凭借素有鲁能、C罗之称的小将和小柯的帽子戏法,以三比一大胜韩国队,力压对手晋级,看来我们的小将们丝毫不恐寒。 本次邀请赛一共有日本队、韩国队、泰国队、乌兹别克斯塔队、越南队、阿联酋队和马来西亚队以及东道主中国队八支国哨队参赛。 中国国哨队与韩国、阿联酋、马来西亚同分在毕阻。 山东鲁能共有五人入选,分别是张英凯、何小柯、杨瑞奇、高景纯、陈兴,在所有入选队伍中山东鲁能的人数也是最多的队伍。 在首轮比赛中,中国队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,由何小柯和崔星龙在上,下半场各进一球,以2比1战胜阿联酋取得开门红。 韩国队同样2比1赢下马来西亚,日本队4比0轻取乌兹别克斯坦,泰国一球小胜越南。 在第二轮比赛中,中国1比3马来西亚,鲁能的另一名小将高静纯,为中国U14国哨率先进球,但被马来西亚连班三球败北。 韩国5比0阿联酋,乌兹别克斯坦,2-1泰国,日本3-0越南。 本场比赛,中国队只有战胜韩国才能出现。 比赛中中国小伙子们显示出高昂的战斗力,U14国足先是赢得点球,何小柯点球得分取得领先,但随后U14国足自摆乌龙,关键时刻何小柯挺身而出。 在随后的比赛中连下两成,上演帽子戏法,帮助U14国足3比1立刻死敌,地组另一场比赛。 马来西亚队2比1胜阿联酋队,结果中国队、韩国队、马来西亚队都是6分,按照本次卑赛规章规定,三支球队积分相同,比较相互战绩。 在三支球队相互竞胜球上,马来西亚队一个,中国队0个,韩国队到一个。 因此韩国队列小组第三出局,何小柯生于2004年,从两岁起就喜欢足球,现就读于鲁能泰山足球学校。 他在鲁能足校04梯队身穿10号球衣,特点是跑动积极,拼墙凶悍,带球娴熟,射门精准。 对于在比赛中完成帽子戏法,对何小柯来说已成家常便饭,可以说是鲁能近年来涌现出的最强射手。 去年7月12日,山东鲁能U13队,客场与德甲豪门门新格莱德巴赫U13T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。 第五分钟,艾利库提前场抢断,何小柯进区内过人后射门得分。 第十二分钟,21号陈之浦边路传球,何小柯包抄得分。 第五十一分钟,何小柯在下一场,队友艾利库提和高静春也各进一球,帮助鲁能5比4战胜对手。 去年9月20日,全国U13联赛,鲁能U13T队3B1战胜恒大足校A队的比赛中,下半场第28分钟,身穿白色是号球衣,的何小柯, 在大禁区前,一路高速带球突进,摆脱了对方一名球员的防守后,在三人包夹中,强行突破至禁区内射门得分,显示出超强的个人能力。 在去年全国U13足球锦标赛8比赛中,何小柯独进17球获得金靴,半决赛战胜恒大,何小柯上演帽子戏法,决赛击败布力,何小柯没开二度。 目前,何小柯的主攻位置是前腰,他良好的门前嗅觉,出色的盘带技术和精准的射门能力,与年轻时的政治非常相似。 他表示,我的偶像是C罗,我希望有一天成为中国的C罗。 他用这次谈订策的组织织练养击、暴力。 至于中国的组织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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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织练声、切织织织织织织终造成功。 我考虑里侧指定,我在地前启动前启动前启动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